我們要分開兩件事情來講 首先講共機 共艦 來台灣 擾亂我們 他就是要讓民進黨政府 尤其是孤立雄新任國防部長 就疲累不堪 但是最主要也不是要擾亂台灣 要是擾給美國看的 所以這個大家不要過分擔心 就是以平常心 以最小的代價 不處理也要處理 這樣就夠了 不要過度的 為什麼我這麼講你知道嗎 因為我這次去美國五個禮拜 我最得意的消息就是說 習老大 終於間接公開的承認 我老沈一向在本節目的講法是對的 你想 習老大下次講話要說 同意老沈的看法 他不能這樣講 你這個也會太恐慌自大了 但是我是覺得 我在你的節目講這個 結果沒有效果 因為我人為言親 人家不把我看在眼裡 所以我覺得我慵枉了我的時間 白上你的節目 下次怎麼辦 我的想的想法 跟老習老大完全一樣 我一直講 我們台灣對兩岸的險學 是危險非常大 會打 會打 而且更講得很精細 包括坐在我旁邊的 我不只講你 坐在我旁邊的一些人 都講說 習老大會在卸任以前 把台灣處理掉 這個是他一生的自由 我說不會 這對習老大來講不重要 我一直講不會打 因為習老大非常珍惜他一生的志願 就是要讓中華民主復興 他這一次跟歐盟的那個Lady 那個Ustras Ustras van der Leone 他跟他講的 關起門來 講得非常仔細 他就說美國要讓我上當 要設陷阱 讓我攻打台灣 我不上當的 我們中國人哪裡 我們中國人 我講錯了嗎 我有沒有像高金樹梅講說 我們習近平 我跟你講 習近平是說我們那麼笨 我不會上當的 我不會在中華民主復興大業 完成之前 他定了一個時間 講得很清楚 2049 2049 就是跟到今年為止 25年 25年 很清楚 他說我不會跟美國crash 我不會跟美國決裂 我不會跟美國翻臉 因為 因為我不會因為翻臉而打台灣 而讓我這個 2049年完成的 復興置業付出流水 夠清楚嗎 夠清楚了 因為收回台灣當然是重要 但是相比復興大業 他還不重要了 所以他的話我來解讀一下 就是第一 25年內不打台灣 我算一下我110歲 所以我現在立志要活到110歲 我要看中華民族 完成復興的大業 我們樂觀其成 有機會了 有違則亦弱勢 我跟你講 台灣沒有一個人講這個話 沒有一個人講說我樂觀其成 還酸言酸語 說要找下台一下 幹嘛 真的是小氣巴拉的 為什麼會這樣 這太奇怪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 他來騷擾我們 我們就是要以不同的角度 看待這個問題 為什麼剛剛說有違則亦弱 是去年台灣 活到100歲以上的4000個人 不稀奇 速度直線在上升 但是大部分人不敢講 因為講了這個會招你去 要 不然你活得越長要越謙卑 要不然他就明步一翻 就說你輪到你了 我們要 其實在我們的民間 的確是有這樣 就是說高瘦的人 就不要做瘦不要什麼 就是偷偷的不要讓老天爺發現你 老陳你這樣講當然是 對 我也同意你講了很久 但你不要忘了本人在 我在節目也呼籲了好幾次 我說習近平你真的不要上當 你上老美的當 到時候就打台灣 戰場在台灣 受害是台灣 你也不會好 大陸也會受到過雷 那什麼意思 你到底幹什麼 讓美國人看笑話 對不對 特別那時候從俄羅斯打烏克 我就講說你自己看看 打的結果是怎樣 俄羅斯有好嗎 也沒好 烏克蘭更慘 你幹嘛聽著老美 被老美這樣慫恿 讓他打台灣 所以我想 我回應一下 你說 我的預測說他不打 而不打不是愛台灣人 而是為了自己的面子 為了自己的大力 這個也不需要多大的學問 所以你剛才說你有份 我很慷慨的跟你分享 好 好不好 乃金 乍路今天兩院三部 發布了嚴懲台獨的 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 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這個兩院三部就是 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共安全部 國家安全部 和司法部 為什麼在這時候發表這個 針對什麼 我覺得他就是針對 賴清德上台一個月 然後他的言辭 行徑 他提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然後還一再一再的重申 當然你去生日 他從即日起開始 就是發布之後就開始施行了 他就說要依法嚴懲 法理台獨 以外謀獨 以武謀獨等分裂行徑 提供明確指引 但就是說這樣的意見 當然就是表達了中共當局 針對台獨分子的嚴肅的態度 和依法懲戒的態度 然後對於分裂國家領土的 這些分子 他一律就是會要是 來嚴肅的對待 但事實上我們知道 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跟這樣子的一個法律的 他的施行 他其實是宣誓意義 大於實質上的意義 因為他除了來強調 他有這個長臂管轄 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要去遏止台獨聲浪之外 但是他實際上 他沒有這個實踐的可能性 我只是說說 從這個內外的形勢來講 對於台灣來說 其實是越來越嚴峻的 包括就是說大陸的 大陸的有34架次的這個共機 穿越海峽中線 因為他對應的 就是我們才訓令了 全台灣的這些空軍基地 要來進行演練 然後我覺得 又是在這個時間點上 又是賴清德就職一個月 所以大陸他北中南 這共機這樣子包夾 他從清晨6點40分開始 這樣子34架次的這樣子 穿越我們的海峽中線 距離我們這麼的近 他距離台北最近不到30海里 他2、3分鐘 就到台北市上空了 就是說我們在應對這樣子的 險峻的形勢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樣的對應策略 我們光是用想像的 就可以知道 我們全台灣的空軍基地 我們這些的空軍 你是要升空嗎 你是要是升空這個警戒嗎 你怎麼去應對他 這個34架次的穿越海峽中線 而且他是在沒有預警的情形之下 他不想演習 演習他來這個公告 而且這一次的這個演習 他在前45分鐘公告了之後 45分鐘就開始演了 其實也是殺的這個 美國也是這個措手不及 他現在他把他常態的演訓 當作對於台灣的壓迫的 一個經常性的手段 這對我們造成來講的威脅性 是很高的 如果說他今天這個友人機 伴隨著這個無人機 在34架次裡面 有這麼幾台的這個無人機 真的到了我們的領空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的來應對 大家不要忘了 北韓是有兩架這個無人機 真的是到了這個 到了首爾的上空 這個南韓出動了戰機去打 他打不下來 如果面對到這種狀況 我們怎麼辦 我覺得大陸人想打 習近平不打就可以就夠了 我是不太同意大家的講法 尤其是我不同意洪委員的講法 就是說是針對兩岸 或是兩國互不隸屬這句話來 這個一點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都講過了 而且上英文講的時候 美國沒有說墨許 所以這一次他的就職的文告 也都再講一次 他如果不講呢 他如果不講 人家會說 你比蔡英文的立場後退了 他講一次 就是說我跟他一樣 起碼一樣 外媒的反應 外媒 國務院 AIT 跟台灣民間絕大多數的人 都同意 所以洪委員還講說 越來越多人支持 我不同意用支持這兩個字 這是現象的認同 本來就是這樣 本來這樣要支持嗎 同意 不需要 你是用支持 需要支持嗎 支持不來的 現象就是這樣 老共也忍了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要我跟他講 習近平說25年不打台灣 還有現在又言行軍法 處理台主分子 有矛盾嗎 沒有矛盾 這個要並行 因為我們已經有的人 酸習近平 你講那個不打台灣 這個是自己找下台階 因為如果你不打台灣 你就宣布放棄武統就好了嗎 這個是無知的亂講話 為什麼 他如果不打台灣 就宣布說 那我放棄武統 那台獨就囂張了 他這些一套 不必要執行 因為我們台灣的 所謂強硬台獨分子 如果老共就說 我就是要辦你 他們會怎麼講 這是我一生最光輝的勳章 是這樣 所以老共也講 處理你們這些 沒有 我也沒有想要處理你們 你們該怕的怕 不該怕的不理我 我有什麼要這樣 就是要多線進行 老共還是滿厲害的 不 我覺得 我覺得詐騙的可能性比較高 就是說他現在 而且從國民黨到台灣 國軍被詐騙的紀律都非常高 因為他不太知道我們社會的複雜度 部隊裡面是很單純的 很封閉的 所以經常以前老兵 拿了幾萬塊退役金 到了社會兩天就被騙光光了 常常被騙 很慘的 對 就是說我覺得當今天 國防部那邊講說 有可能是認知作戰的時候 其實國防部要負很大的責任 你要把這個東西找清楚 然後說清楚 如果說你今天這個國防部 這樣子散發給國軍的問卷 當你懷疑是境外勢力 而你又不能夠把這個境外勢力 來逮到的話 我們這個安全上面 就是有很大的漏洞 我們不是一直在講嗎 我們要跟美方 有多麼密切的合作 防止大陸方面 對我們的認知作戰 還有各種的滲透 我覺得起碼在這個很簡單的 一個問卷的這個部分 國防部應該要查清楚 說清楚 講明白吧 否則的話 他真的才會是我們一個 最大的一個國安危機了 先講愛國者飛彈 我覺得愛國者飛彈給烏克蘭 而延遲給台灣 我倒是有一點百感交集 去烏克蘭的愛國者飛彈 馬上殺人 你給台灣 我們台灣就長25年不用了 對不對 我們講台海無戰爭了 但是這是我們必要的 嚇阻敵人的武器 運來就擺在那邊 25年生鏽 所以這個到底好還是不好 從愛二到愛三 對不對 那至於講孤立雄處理 那個可能的問卷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孤立雄處理過當 他國防部長 不需要講得這麼 照顧到這麼細微的東西 因為你一看就曉得 全世界哪有一個國家在問大兵 說你對國防部長的評價如何 這個也會不會太搞笑 對不對 大兵其實也不曉得 國防部長好不好 但是我們的大兵 可能不以為怪 所以這個事情 這已經在傳了 我覺得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軍方有各級 要到哪一級 我不曉得 哪一級老兵 新兵 才覺得這個有用 就軍方下令 傳達下去就夠了 這何必讓國防部長大動干戈 講到核武 我補充一個 就是今天最新的進展 就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已經公開表示 就是說美國其實不反對 就是烏克蘭他可以打到 還擊俄羅斯 可以打到俄羅斯的本土 我覺得這個後果 美國開這個綠燈後果 恐怕會非常的嚴重 就在於是說普京之前的時候 他已經威嚇了 就是說如果說俄羅斯遭遇到 這些武器的攻擊的話 戰術核武 對 他會用戰術核武 所以他後來才去進行了 非戰略核武的演習 如果說今天烏克蘭 用西方的武器 真的攻擊到俄羅斯的本土 儘管你說要去攻擊的是 他的軍事的要地的話 我覺得普京不是吃素的 他難道真的不回擊嗎 他如果說真的動用了 戰術核武的話 這個戰火就變成 就是很難收拾 而且他也會造成這個 他也會造成 中國在這件事情上面 立場上面的非常的困難 中國是反對使用核武的 習近平在會見馬克宏 還有俄布萊恩的時候 都表達了這樣子的立場 如果說俄羅斯 真的動用了核武的話 中方的立場是要該是如何 我想美國之所以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表態 大概跟最近普丁才去朝鮮訪問 然後跟二朝之間建立了 所謂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他們兩個人距同盟關係 只差一步了 但是兩邊就是講好了 就是如果遭遇到攻擊的話 會要提供武器等等 來援助對方 如果說戰火真的升級到 那樣的形式的話 其實世界上就要變成 就要再度的分裂成為軸心國家 跟這個非同盟國之間的對抗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後會員扯得太遠了 也太扯了 他的主管機關是外交部沒有錯 但是我們可以看清楚 他的設立的宗旨 他就是要去跟這些 所謂的民主國家的智庫 非政府組織 然後去建立這個夥伴關係 巴拉巴拉巴拉講了一大堆 他怎麼可能有因為這個 只不過因為他的主管機關 是這個外交部 所以他任命的一個執行長 因為就像這個洪委員 剛才講的 他因為他比較相信 這個九二共識 所以就會使得 我們國家的外交政策 跟大政方針 出現了重大的歧異 而且是失敗 而要由這個沒有辦法救責 我覺得委員扯這實在是扯太遠 你從民主基金會 當初的這個成立 他是在美國 我們跟美國相關聯的 這個基金會的情形之下 我們要透過 透過這個民主基金會 來去實現一些 我們現在正常的外交關係管道 沒有辦法達成的 它都是一個屬於比較是 屬於一個二軌的作用 哪有像你講的那麼嚴重 而且他應該不會發生 那個外交部長跟執行長 到底還沒有 就是 怎麼有可能 他沒有資格 他怎麼會有資格備詢 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 是要到國會備詢的 之前就有了 他最多是 他要上台的 不是 他要上台的 這關鍵是 如果剛剛大家都談了 惡鬼外交 惡鬼外交的意思 其實就是淡化官方色彩 要不然你怎麼執行 惡鬼外交的功能 所以你回到這件事情的 本質功能來看 這個執行長應該是 真實在越淡越好 當然洪委員講說 可能他盧岳宗教授 有一點點在過去做政治評論 這樣的一個角色 但我同時也要強調 他說我政大外交系的老師 他的專長是 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 他是有足夠的宏觀視野 相對來講跟其他人來講 政治色彩也相對淡 然後他過去 也在民主基金會服務過 曾義曉有經驗 又有國際觀 這本來就是適合的人選 我覺得這件事情如果要 又掉到 大家彼此先針鋒相對 然後又變成很政治化 反而會破壞惡鬼外交的精神 牛委員我簡單講一個事情 我認為盧教授 如果他很清楚他說明 說他可以來執行賴總統 外交政策的大正方針 我覺得OK 我覺得惡鬼外交 然後外交部要聽總統的 我覺得他董事長 不應該由國會議長來當 你知道嗎 那麼大的國會議長怎麼當 這麼一個行不假的機構 我覺得你看他過去最重要的 就是一小筆錢 錢沒有多少 分給一些人都是綠的 會不會因為現在董事長跟執行長 都不是我們的人 我們這些人以後的這些奶水 就沒有了 我覺得這才是關鍵 我覺得韓院長可投可不投 都有道理 但是我原先覺得 是不是不宜投比較好 但是我後來到此刻 我覺得他應該投 為什麼我趕來出去 這不像我的性格你知道 我怎麼這樣憂鬱不絕 真的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了 但是這個整個過程裡頭 韓院長對每個案子的內容 其實都沒有表態 你為什麼不表態一路到底 很美 但是你要想想 這個整個過程裡頭有融入 雖然他沒有對個案有意見 但是怎麼處理他 要從他的細膩的處理的方法 就是他要展現綜藝 這也是一個方法 他也已經進來了 韓國瑜的血液 是進到這個案子裡頭 所以他表態 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我有一點 不 我下面講最重要了 今天這個 會以這個票是多 在意料當中 這個就是民進黨數人頭輸了 他用群眾路線來補他的不足 這是一貫的 大家要小心 今天這個投票 只是把程序走完 民進黨也曉得他會輸的 這程序走完 那程序走完 再下一步 視線 那視線 然後就假處分 一路 他重點在哪裡 他在個別罷免 我跟你講 這些政黨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很卑鄙 你知道他們好不容易 花了錢 花了力氣 像小牛才打敗了我的好朋友 鄭運鵬 你看他想要國會解散嗎 他當然不要 我跟你講國民黨的委員 民進黨委員都不要解散 一解散就傷了我 但是挑一兩個出來罷免 只要罷免兩個 這個國會的多數就反過來了 就反過來了 我跟你講 兩個去兩個進來 來回是四個 而且我告訴你 區域都不動 每個人都連任 如果解散國會的話 多數還是倒過來 為什麼 不分區的息事會改變 你看這個選完以後 國民黨跟民眾黨的聲望 一路下降 重選不會有這樣 我跟你講 維持常規 解散國會才是正道 這個聯合報的社論 就語重心長 覺得說賴清德這樣子搞鬥爭 是他的執政失敗的前兆 但是我覺得賴清德根本不在乎 他的執政是成功還是失敗 他只在乎的就是說 如何逆轉現在 民進黨在國會居於少數的 這樣子的劣勢 他只要謹守住 他的40%的選票的話 他就可以一路到這個2028 甚至於還連任也說不定 因為如果只要是柯文哲 他堅持是參選下去 還是一個撒喀都的局面的話 很可能有這樣的局面 所以我們看到的 就是說民進黨 他就是抗爭思維 因為如果說是要這個 真正的是為台灣好 真正為了台灣的 民主的強健的話 國會本來就應該要有 這些的權利 如果說國會不需要 有這些權利的話 為什麼民進黨 在這麼早期的時候 陳水扁 謝陽庭 包括這個沈大佬 他們都主張 應該把國會擁有的這個權力 調查權也好 聽證權也好 讓國會足以形成一個可以監督 制衡行政院的這個力量 就是 但民進黨現在非常的輕易的 就是把酌勢而驚飛 然後很順口的就把一個紅帽子 就扣在這個藍軍的頭上 像今天這個林又昌一大早到這個立法院去 給民進黨的立委加油打氣 他就說 這個傅昆琦去了這個中國之後 這個就變樣了 台灣的民主就變樣了 可是這麼簡單的 這麼簡單沒有嘗試的講法 還是被所有的這個民眾 民進黨支持者的民眾買單 他們就像是大佬所說的 他們就是一路要站到這個明年2月 我現在這個復議案沒過 復議案沒過 然後總統公告了之後 我就是申請釋憲 申請釋憲的時候 同時也申請這個暫時處分 他在這個暫時處分做出來之後 到釋憲的結果出來之前的話 你就算通過了這個法案也沒有用 就讓你也動彈不得 然後就一路打 打到明年2月的時候 我就來開始動這個罷免 雖然說罷免是一個相互毀滅 但是因為兩邊差距的席次是很少的 就是說綠營要罷免藍營的這些立委 幾個立委 然後藍營也會罷免這個綠營的立委 但是它就是一個廝殺戰 一個肉搏戰 我們只要這個綠營 只要拿到一兩席 他就可以翻轉了 然後就一路殺到2026 我覺得這就是民進黨的盤算 這就是賴清德的盤算 今天總統府的講法是說 我們是嫁屋 不疊床 這是有玩文字遊戲的 你屋蓋了那麼多 當然不需要疊床 一個每一個屋一個床就好了 何必疊 這是廢話 但是主持人 因為你選副總統 我記得我不只一次向你建議 有關總統府組織架構的 可能改善的地方 我的購獎是這樣 也是有委員會 但是我的委員會是把純粹籌庸性質 沒有薪水也沒事幹的這些人 把他轉型去說國車顧問 就變成幾個委員會的委員 然後幹嘛去想 想那些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行政院不敢做 不能做 不可以做 沒膽子做 就是這些人什麼都不行 那就由這些人 就是說社會 在這方面有特別見解 而且這個見解已經 他已經講了好幾年 你總統應該知道的 譬如說少子話 全台灣講最多的應該是我 那為什麼三個委員會裡頭 沒有少子話 少子話不嚴重嗎 太可笑了 所以我覺得蔡倩德的可笑 第一名詞 他那個三個委員會的名詞 什麼安全任性知識兩岸 什麼氣候變遷知識能源 對不對 你那個扭扭捏捏幹嘛 不止 不是 你跟我講完 還有你說要擴大參與的成員 他參與的成員是通識性 沒有當行政院長當不成的 還有成大的老師 要當衛生部長沒有當成的 還有他讀書會的成員 就是沒有入閣成功的 現在另外在總統裡頭 這個其實也可以 但是沒有達到 我現在就講 這你要的這三個問題 是台灣最嚴重的問題嗎 台灣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勞退的基金要破產 就是少子話沒有辦法解決了 就是健保快完蛋了 雖然全世界都曉得台灣的健保第一 但是真正評估起來 是第25名 陳思東懂個屁 我跟你講 對不對 所以我想賴清德是好人 賴清德是想做事 但是賴清德的底氣 賴清德的氣度 賴清德的格局是不夠的 而且他現在他這樣子做 他等到他運行了之後 他如果決議跟行政院有衝突 他們該怎麼辦 然後他們去開會的這些的 比如說部會裡面的 不管是這個部長也好 或者是副部長也好 你是置於行政院運會於何處 我覺得未來的這個運作 會有很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最大的最根本的問題 這在於是童子賢先生 他今天下午在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 對於核能的問題 他就又坦白的表示他的意見 他還是主張要核能 他覺得核能的土地利用是最少的 核一到核四 他可以佔的土地很少 可是可以提供台灣70%的用電 但是如果說是綠能的話 你光是要達到20%的綠能 你可能要12塊 台北市的面積這麼的大 然後他說核能跟綠能是互不違背的 沒有人說核能跟綠能是違背的 我只是要問就是說 問賴清德 同時也問這個童子賢 你到了氣候變遷裡面去的時候 你還是主張要核能 然後賴清德他們還是堅持非核家園 到時候怎麼辦 你為什麼要拿你的專業 來為賴清德背書呢 而且現在擺明著看起來 是不可能 不可能採取這個 用核能的這種立款情形之下 你去了是幹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是這樣 我覺得陳佩琪 今天這一招 他以為他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他非常的不宜加不妥 你這忽然干贈到這種程度 你以為你出錢就很厲害 就可以講一大堆 我跟你講雙城論壇本來就是 國民黨的把戲 老共也非常樂意 如果是民進黨執政的話 就沒有這個了 哪有什麼雙城論壇 現在就是民眾黨的問題 在八個委員在國會的困境 在台北市從野 你把它用成選票唯一的criteria 台北市民眾黨的力道跟在國會 民眾黨的分量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偏頗 我覺得民進黨 民眾黨的未來 真的是被磕癖搞招了 民眾黨老百姓中間選民 對民眾黨的期待 就是說兩黨都不好 執政黨就是弊案太多 我要靠你 看看能不能結閉 至於你磕癖 因為這個樣子 我們讓你做總統 你做夢了 我告訴你